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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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力學低利率沒有什麼特別 基本上要告訴你說 你的系統 尤其我們現在講的是氣體的系統 對不對 一個氣體的系統 一般來講你希望你的系統可以講 可以改變體積壓力 所以你會給一個 這個 可以體積變化的 一個類似活塞 然後讓你可以 改變體積 就可以改變壓力 那 在那個熱力學的低利率告訴你說 其實 氣體的話它除了 你本身裡面會有一個 E internal 就是所謂的內能 那內能就是所有的氣體分子 所構成的能量 今天後面就會講到 內能怎麼樣去計算 另外它可以跟周遭 可以有一個 熱能的交換 所以這邊 會有一個Q 的交換 另外它可以改變 體積 它可以對外做工 或者外界對它做工 所以它有一個W 所以至少有一個內能 然後有一個熱能的與外面交換 然後有一個做工 那 後來我們就定義說 我們還沒有定義內能 熱能 熱能的話我們前面所 學到其實我們 大部分 在看熱能的時候 就只有學過 只有學過那個 就是水啊 一顆水 然後你把它 升高一度C 你需要多少熱能 一開始學這個 所以你一開始學 譬如說假設是這個 有一個 水的質量M 然後它有一個水的 比熱是C 然後升高了 溫度ΔT的時候 你就會改變了熱能 一開始學這個東西 它後面的話就告訴你說 它不是只有溫度變化 才會改變熱能 不是只有溫度變化才會改變 後面要告訴你 其實這個熱能還跟什麼 跟那個 entropy有關 跟那個 亂度有關 所以 熱能的變化 也可以講 也可以是 固定一個溫度 後面就會學到固定溫度 然後呢 我是entropy的一個 改變 entropy後面會用一個 ΔS的概念 好 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氣體的體積 可能做了一個改變的時候 你可能對外做工 或者外界對你做工 那我們care的是這個 氣體本身是獲得了這個能量 或者是減少能量 或者你可以說獲得工 或者是減少工 所以你有一個ΔW會 等於定成負的是什麼 是看氣體本身獲得工 它就增加內能 它如果失去工 它就減少內能 所以你要先定義好 負號是什麼 是對氣體而言 氣體如果對外做工 體積是增加 但是我怎樣 氣體就損失工 損失的能量 損失的能量 所以我的內能就會減少 所以有了這個熱能跟做工 之後我們就說 那這個氣體分子 可以簡單的看它的內能的變化 對不對 那這邊本來應該要寫 internal energy 所以現在已經不寫了 就會跟什麼有關呢 跟它與外界的熱交換 有關 還有怎樣 還有與它的這個 做工有關 然後之後我們要探討 這個氣體分子的時候 我們就會習慣上怎樣 因為這個 你看它氣體體積變化 壓力會變化 所以我們習慣在什麼 在PV diagram裡面去探討它 所以一般你會有一個PV圖 然後在PV圖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畫說它 從一開始某一個狀態到 最後某一個狀態 那它怎麼樣變化 那我們現在所學到的狀態 可能就是比較簡單 比如說你看到 這個空間不動 體積不動的時候 就是其中一個狀態 所以可能看到這個 所以V等於Constant是一個狀態 的一個變化 從V等於Constant 從Pinitial到Pfinal 這是一個狀態的變化 那這樣子從一個狀態到另外一個狀態的變化 我們一般就叫做一個過程 Process 它是屬於一個熱力學的一個過程 那你就要固定 固定體積 然後把壓力增加 譬如說像這邊 你怎麼樣固定體積 然後壓力要怎麼樣變大 那你也可能講 你也可能是固定壓力 然後體積變化 你從這個Vinitial到Vfinal 固定了一個體積 固定了壓力 然後體積變化 固定壓力體積變化 你就可能要裝一個 讓它壓力可以相同 然後你去讓它體積變大變小 當然這個看起來在這上面 比較不容易做 那另外我們還學了一個什麼 還學了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已經會了這個 在前一章後面會學到所謂的 PV等於NKT對不對 那PV的NKT裡面 PV的變化 假設在什麼 在溫度相同的時候 那就是P在固定溫度的話 P就跟V分之一有關 PV是相乘這個長度P 所以在這個PV圖上 你可以畫這樣子的一個線 那你如果從這個地方走到這個地方 那也是一個過程 那那個過程就叫做這個等溫 這個就是等溫 等溫的過程 那上次也跟你講 所謂的等溫的過程 就是所謂的等能量 所以 這邊 20.6 就 summarize 一些過程 那當然最重要還是什麼 還是能量守恆在這邊 就是說 內能的變化 等於熱能的變化 加上做工 做工 那這個能量守恆 概念有了以後 接下來有四個過程 一個就是所謂的 絕熱能的過程 Adiabetic 那Adiabetic的過程裡頭就是什麼 就是ΔQ 就要等於0 ΔQ等於0 那Adiabetic我們等一下就會計算 所以這時候它的什麼 它的 這個項等於0 然後這一項能量守恆 永遠是要符合的 所以你變成Δ1 就只剩下什麼 跟ΔW有關 所以你的這個氣體獲得工的時候 你的內能就增加 你損失的工的時候 你的內能就減少了 那再來第二個 這個過程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Isobaric 那Isobaric 剛好就是等壓 等壓的話 Isobaric的這個過程中 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你的做工很好算 ΔW就等於什麼 等於你壓力固定以後 負的壓力固定 然後成長什麼 成長體積變化而已 很簡單可以算出來 當然除了滿足這個式子以外 它的什麼 它的內能還是等於這個熱能的變化 加上做工的變化 那這裡頭ΔQ不會算 所以就暗弄 那ΔW會算 那當然ΔE還是暗弄 就不知道怎麼算 那當然要等到會算ΔQ以後 才可以算出ΔE來 OK 那第三個過程是什麼 第三個過程就是等體積 Iso就是等的意思 然後Valent 然後再改成那個形容詞 Isovolumetric 那這個等體積的過程當然 重點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PΔV的ΔV等於0 所以這裡頭有個好處 就是它的ΔW就一定等於0 那ΔW等於0的話 它的內能的變化 就一定是熱能的變化 那這個東西我們常在用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你那個液體在那邊 加熱升溫的熱能變化 我們看到 ΔQ等於那個mcΔT 為什麼 因為這裡頭氣體剛好什麼 我們上次講過 這個氣體的能量 proportional to KT 實際上寫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二分之三 如果是單元子氣體分子的話 就是二分之三 NKB乘上溫度 所以你看到ΔE剛好就跟ΔT有關 所以ΔQ當然就跟ΔT有關 所以這是Isovolumetric的一個過程 就是等體積的一個過程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剛剛已經畫了 所謂的Isothermal Isothermal就是等溫 等溫也就是一個等內能 所以等內能的話就是什麼 ΔE就會等於0 ΔE等於0的話 這時候什麼 這時候這個ΔQ 加上ΔW就會等於0 那ΔQ加ΔW等於0 有什麼好處呢 這時候我們就引進了entropy的概念來 所以我們為什麼 上次特別跟你講什麼 跟你講所謂的 有一個叫做Isothermal Expansion 另外一個叫做Free Expansion 我們上次講一個這個 等溫的膨脹 那跟什麼 跟自由膨脹 那這兩個東西其實是相同的一個計算 所以我們後面有算給你看 假設是等溫 等溫膨脹的一個條件底下 然後我的熱力學過程 從這個Vinitial到達Vfinal 從Vinitial到達Vfinal 那這時候你可以畫對不對 在PV大根上 在壓力跟體積的圖上 那所謂等溫就是什麼 PXV等於一個常數 所以一定是這個curve吧 然後它所謂的Initial 就是這邊有一個 一開始的狀態 然後Final就是這邊有一個 後來的一個狀態 那現在問題就是 那你從這裡走到這裡 然後呢 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 做工 做工是多少 那這做工你已經會算了 我們上次特地 算了好幾個 做工的一個形式 怎麼樣做工 那做工的一個計算 怎麼算呢 很簡單嘛 就是說 你假設這個Initial的一個狀態 是已知的對不對 Initial狀態如果已知是這個 壓力是Pi 以及是Vi 那這時候你用 用理想氣體的一個式字 就知道說這個Pi Vi 就等於Nr 這時候T是一個常數 就是那個固定溫度 這是等溫嘛 固定溫度的一個概念 就可以找出來了 那這個NrT0 Pi Vi以後 你就可以講 就可以找到說 後面的壓力 跟體積的關係 就是什麼 就是等於這個NrT0 或者寫Pi Vi都可以 看你要怎麼寫 比如說這邊 算出T0是多少 所以這個T0就已知了 T0已知的話 這個P就跟什麼 跟那個V分之1 V分之NrT0有關 所以就可以找到這個關係式 所以完全fit出這個圖 PV圖來 那找到這個關係式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算做工 我從這個一開始的體積在這裡 後來的體積在這裡 Vinitial到Vfinal 那問題就是做工是多少 你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這邊W 這已經算過很多次 就等於負的積分 PdV 然後從什麼 從Vinitial到Vfinal 我們剛剛 就是前一堂課也算好幾次 這樣的一個計算 很簡單的一個計算 然後最後等於什麼 等於負的積分 由Vinitial到Vfinal 然後這P換一下 換成是V分之NrT0 然後再乘上dV 所以這個算很多次的話 就可以直接寫答案了 所以答案例是NrT0 然後乘上Ln 然後是什麼 原本是Vfinal 減掉Vinitial 實際上是Vinitial 要把它負號過來 是Vinitial減掉Vfinal 所以是相處 這樣子的一個體積的比例去Ln 所以你可以算出W來 算出這個做工來 算出W來以後要幹什麼 你看 剛剛我們講isothermal isothermal isothermal的話代表什麼 代表說這個等溫 那也是什麼 也是等內能 所以在這邊告訴你說 Δ一定要等於0 在這過程中 不可以有內能的變化 但是我算出了它做工 但是我算出了它做工 它做工是不等於0 ΔW等於什麼 等於NrT0Ln Vinitial Vinitial除以Vfinal 那這時候代表什麼 因為能量永遠要守恆的 你的內能等於0 然後你的熱能加做工 永遠要跟內能相關 永遠要跟內能相關 所以你做工是正的 那這時候呢 代表說你 ΔQ 對啊 這也就是 這個問題 跑出來 ΔQ就跑出來 ΔQ 一定是等於一個 負的NrT0Ln Vinitial Vfinal 所以它會 損失熱能 增加做工 有沒有 很奇怪的一個概念 損失熱能 增加做工 那怎麼樣去想這個問題 我們就告訴你說 這兩個東西一樣 等溫跟自由膨脹一樣 那我就用自由膨脹來告訴你 它的entropy增加 所以自由膨脹是什麼 就是我們上次畫了一個 兩坨東西 然後裡面放氣體 一開始把它關起來 然後這邊放氣體 然後接下來 我讓它對外做工 把它打開 衝過去 充滿了這個空間 結果呢 它的什麼 它是這個 我是不是算錯 過來 我剛剛的計算是 從體積大變到體積小 現在是從體積小變到體積大 OK 好 沒關係 就差一點點 差一個負號而已 所以我們來解釋 解釋說這個entropy的問題 所以剛剛這個是從體積大變到體積小 那我現在還是從體積小變到體積大 所以剛好相反 那相反的話 它是delta w 變成什麼 這邊本來是大一點 這邊變小一點 小於0 OK 那我就不用算了 反正就是類似的一個算法 那這時候呢 delta 1還是等於0 那就告訴你什麼 delta q一定會大於0 對不對 因為這個加這個 才會等於這個 所以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 只是說 我們剛剛的計算過程中 我是從 大體積壓到小體積 那大體積壓到小體積的時候 我是怎樣 我是delta w是 是那個 大於0 是因為我獲得的功 那這時候我就會損失熱能 那現在反過來 如果我是小體積 然後 變大到大體積 那小體積變大體積的話 我就會損失功 因為我對外做功 損失功 所以我的熱能就會增加 這邊的熱能就很奇怪 原本的熱能是 原本的熱能是 等於 質量乘上比熱 再乘上溫度變化 但是這邊溫度沒有變化 Iso-thermal 跟所謂的free expansion 通通都是溫度沒有變化 都是 絕內 就是內能不變 掉到1 內能不變 那內能不變 內能不變化 熱能怎麼變化 所以你就要看這個系統問題 它原本是這樣 原本是被關在這邊 對不對 那它的選擇性只能選這個區域的體積 那後來你把它釋放 讓它可以選左邊 也可以選右邊 所以它的選擇性增加了 那這時候它的亂度增加 所以它的熱能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邊 就慢慢引進這個新的熱能 而且新的熱能是亂度造成的 不是溫度變化造成的 而且沒辦法計算 沒辦法計算怎麼辦 靠做工來計算 為什麼 因為在等溫 或者是自由膨脹的時候 內能不變 情況底下 我算不出來的熱能變化 我就算做工的變化 我就可以得到熱能變化 所以這個就是後面 第22章的重點 你就一直在算這個 熱能我不知道怎麼算 但是我知道我從這個 它有一個所謂的熱褲裡面吸了熱能 吸了熱能 吸了熱能以後 我又做工 然後把剩下的熱能丟到冷庫去 那熱褲吸了熱能到底多少 我不會算 那我就這樣 我就算它的做工做多少 就可以估計算回來 它這個熱褲的熱能的大小 OK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 Summary 就是說 有一個process 有一個process 有四種process 那其中有一個是 等溫的process 是比較特殊的 那等溫process的過程中 你會計算這個做工 那如果是這個體積壓小的話 當然就是它獲得工 那它就會損失熱 那反過來 如果它體積膨脹 它就是損失工 那它就這樣 它就獲得熱 那這時候的損失工 你也會算 就類似這個算法 一樣算法 那它的這個獲得的熱 就這樣 就跟溫度無關 那那時候所獲得的熱 我們就叫什麼 就叫做entropy 就叫做這個商 所以那邊的亂渡商 就跑出來了 那這也是22章 你一直在計算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邊要稍微注意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 是有差的 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 是這個isothermal expansion 是這樣操作的 就是說它套在一個 對 泡在一個恆溫槽裡面 這個是T固定的 然後去讓它慢慢的這個膨脹 然後保持固定的溫度 慢慢的從這個小體積 那當然你就一開始 你可能有加一個重物 把它壓住了 後來把那個重物拿掉以後 然後讓它保持固定溫度 它就這樣 往上爬 體積就變大 這個是所謂 isothermal expansion 的操作實驗方式 當然它都是假設怎樣 假設你是一個quasi-steady 就是你膨脹很慢 那體積變化一點點 你就要確定溫度又相同 再變化一點點 就確定溫度又相同 那所謂的free expansion 就很簡單了 就是剛剛畫兩個空間 然後一邊抽真空 然後一邊關氣體 然後把它打開 它就這樣 它就會自由地膨脹過去 那結果兩個計算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一樣 重點就在於說 它們的內能不變 什麼是內能不變 是氣體 這裡面的氣體分子 氣體分子的內能不變 那這裡頭它只是說空間變大 它那些氣體分子的內能還是不變 所以重點在於內能不變 它的總能量不變 是嗎 爹 但是 爹 爹 爹